我云尼尘尘 Hello 大家好 我是雪姨 今天就想和大家拍一條 雪姨戴手茶的影片 我們之前都拍過 同居男女朋友五種最黑人真的行為 我們這次旅行伴侶 一段朋友的關係 如果走到一起去旅行 當然你都Smell過她 這女兒靜不靜怒 但有些人真是知人口面不知心 正所謂相見好同住難 真的有機會回到香港 朋友也做不成 如果大家都喜歡看這些 雪姨戴手茶的影片 記得Subscribe的Channel 然後按旁邊的鐘仔 下個星期的影片 你就一定不會錯過了 好 我們事不宜遲 現在即時看第五位 第五位就是一些 無所謂的人士 我們收到12個DM 無所謂來說 我們分開兩個層次 第一個 就真是一些人 骨子類都無所謂 即是在香港 又去哪裏的行程 預約什麼航班 住什麼酒店 他都無所謂 吃那些很好味的食物 他都是完全是同一個表情 好不好吃 好嗎 可以 那你覺得哪一樣東西最好吃 各樣都蠻好吃 你覺得這次旅程好不好玩 其實也蠻好 那你覺得 我和自己一個人去旅行 有什麼分別 如果他真正無所謂 都捉不到我的底線 但無所謂來說 是一些 空架的無所謂 表面上是無所謂 當你安排了所有的東西 他開始離了 即是像我們這些 沒什麼錢的人 去旅行 當然是搭那些 Budget Air Line 他又說 嚴格位窄 沒有電視 沒有餐飲 說到這裡 你是不是不相信我回答這些 其實我也回答過一次 但真的不好 我說不好 真的不好 我好恐怖 那些 坐到我腰骨痛了幾天 我年紀不小 年紀不小 第四位 就是基心表女伴 有17個人 DM 第一個人就說 帶我去日本Salon電髮 他一早就research了做什麼造型 然後電到出來 他就好像日本妹一樣 而我又像阿Gym 這樣就慘一點 真的 你怎會跟人去電髮 想當年 我電髮 我被我媽媽陰了 他叫我電的蛇仔 那天我還要轉校 第二天 前一晚叫我下去 說我的音太長 我永遠都是那些音出事 台灣宏德居 樓下的髮型師 他無緣無故跟我電的蛇仔 我媽媽 想我追不到兒子 好東西 由女校轉到男女校 第一天搞這樣的事情 你厲害 關於這個基心表女伴 我自己都真的 確確確確有一個好心的感受 有一次就跟朋友去台灣 拍一些閨密照 拍之前就跟他說 你想戴什麼衣服去 或者大家夾一個顏色 夾一個dress coat 都很正常 然後他跟我說 很普通而已 要跟你拍其實沒所謂 可能簡單化淡妝 誰知道去到打開行李 活仔糕 晚妝仔 還要煞出來那隻 哇 陰到他搞得我好像無緣 我好像做了 花童 那天 好了第二件事就更爆了 如果大家都去過台灣 為何永遠這些事發生在台灣 如果大家都去過台灣 可能都有機會 那些夜店仔見識一下 穿些什麼衣服去 說回以前我去蘭桂坊的時候 我當然是戰鬥格 中間的胸口有個洞 都飄了出來 但是有時候穿太戰鬥格 那些人就覺得 所以我去台灣來說 我一定是穿現在這樣 現在這樣就夠了 喂大哥 哎呀 哎呀 那個香肩啊 那當然是這樣的 哇 我的朋友更厲害 那雙鞋子 這麼高好像跳Pole Dance 那些裙子 剛剛遮到少少妹妹仔而已 哇 那些裙子 摘到 哇 那樣怎麼夠她來 那晚的兒子被她溝光了 好像是媽媽帶著她出去玩 第三位 就是 噢My God 有21個留言 有一個人 就這樣說 試過有公主癌的女性朋友 拿其他朋友的私人風筒來 吹自己的濕底褲 惡心之極 吹底褲不要緊 你跟我說我經常有風筒送給你 為什麼你的底褲會濕透呢 這個才是問題 第三 他就說 他去了洗澡先 然後洗到整個浴缸都是頭髮 我涼都沒洗 他還說頭髮是我的 叫我撿回去 那又說不通 但是這個情況來講 在日本是經常都會發生的 如果大家住過日本的酒店 去水位是經常都會塞著頭髮 像我們這些 那麼長 我當然不會塞 為什麼 為什麼我不會塞頭髮 我聽過一種 全日本製 日本政府認可的浴髮成分 還有裏面有 16種浴髮的氨基酸 還有是無植 沒有化學起泡製 還有低吻 那麼好 就是我今天的大乾爹 Return浴髮洗髮語 登登 我上個月如果大家有看過IG story 大家都會知道 我不是去剪頭髮的 剪短了音和下面的頭髮 下面的頭髮 下面的頭髮 哎呀 總之我是想頭髮長一點 真人實測 只是用了一個月的時間 下面的頭髮不說了 只是那些音 你看長了多少 已經回到這裡了 它真的一個月是長得很快的 其實選擇洗油水方面 隨便買一支洗油水 裡面又有起泡劑 對了 給我假象 你覺得洗完之後很滑 但是呢 後果就來了 你肯定洗到整地都是頭髮 即是越脫越多 還要稀疏 我現在使用這支 Return浴髮洗髮語 它可以減低你的油脂 阻塞你的毛囊 洗完之後 它滋養保濕 可以一點都不會乾 好了 其實它整個Return浴髮系列 專門針對一個毛乳頭 講到毛乳頭 大家欣笑 乳頭來說 我有 我有 你也有 那毛乳頭你有沒有呢 你也一樣有 其實是頭髮生長的根源 你用完之後 它可以將一些營養 帶回到毛乳頭 令到它 即使你已經有一個脫髮的問題 都可以幫助你生長 一些健康的頭髮出來 如果本身你是頭髮稀疏的問題 你一定要保持著 用三至六個月來講 它才可以幫你生長 你慢慢會見到 有些毛毛這樣生出來 當然 除了洗油水之外 一定要有精華素 其實精華素來講 就是我手上這一盒 外面的精華素 千多元都有 告訴你 如果這盒減價 二百多 約三百元 就可以用成個月 其實這個是怎樣用呢 譬如你用完護髮素 我乾用又可以 濕用又可以 就在你的頭皮位置 或者你的頭髮 特別稀疏的位置 你就直接滴下去 然後用指尖 輕輕地按摩 這樣就已經完成了 讓它滲透沙渣 不需要沖洗 記住 還有它們的質地都很清爽不黏 很快吸收 除了有脫髮的人士可以用之外 甚至是你染湯 又或者是你漂滑的頭髮 很會乾乾的 那時候你都可以用的 它裡面的成分 就有三款 日本政府認可的肉髮成分 那這些肉髮成分有什麼好 第一 它可以激活你的毛乳頭細胞 還可以增加你的頭髮的濃密度 還可以減少脫髮之餘 可以增加你頭髮的強硬程度 如果你有白頭髮的問題 它可以改善和延緩你的白髮問題 那你要用多久才有效 它有一個日本JP研究所的實證 連續使用八個星期 就可以改善你的脫髮問題 最後它整個系列 還有Supplement 這個Supplement 真的幫你由體內開始去調理 如果你好像我一樣 只是想頭髮快一點長 每一天只吃兩顆就已經可以了 如果你真的有很嚴重的脫髮問題 你每一天吃四顆 那有什麼優惠呢 接下來1月15日至28日 它和萬寧正在做一個大優惠 如果買滿指令的金馬 還可以有機會可以多一盒的精華素 如果大家想知道詳情的話 就可以快點去Description box那裡看看 好了 我們即時去第二位 第二位有34個DM 就是一些麻煩的女伴 有三個比較精選的 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個就是 要人和她走勻心齋橋 每間藥妝在那裡格價 最後呢 找到一間最便宜 但是她說買不夠退稅 逼我和她夾買東西 我真的很怕這些人 那些好處呢 她舔到最盡 然後她不惜犧牲身邊的人 明明我沒有東西買 你硬要我和她買 夾買那單和她退稅 她退多少呢 那些小小錢 不是跟我計算吧 跌落地也不倒閉了 倒閉了 就閃了一條腰 第二個人就說 本身她在日本前說好 說她吃和牛 女伴都說好 之後去到日本就說 芥牛不能吃 我知道 我知道為什麼 她嫌貴 一定是嫌貴 那些人是這樣的 那些人沒有性 那些人 好了 另外 還有一個呢 我真的心同感受 這個真的要讀出來 她說 幫她拍照 拍了幾十張都不滿意 一時說角度不好要再拍 一時說樣子不可以再拍 那樣子不可以 就是你的問題 我也想幫這位朋友平反的 因為這件事 基本上每個星期都發生在我身上 其實老實跟你說 我360度來講 只有一個角度是OK的 那你 隨著角度這樣 那我就一定漂亮的 你在其他角度拍我不行的 我一定要左邊面的 真的 還有我想跟大家說 剛剛Mimi進來的時候 叫她幫我拍照 說Desaster 公肉蒙都不得了 說全部拍全身 切了腳 喂大哥 你說Mimi也有進步 不過我的同事 有一個同事我不開名 那個Echo 那那個Echo來講 他到現在拍照 都是沒有進步的 他就聰明了 他知道他拍照不行 我永遠都不會讓他拍 那他就做小樣東西 沒問題 減完工 好了 來到我們終極第一位 我們收到40個DM 就是地獄時間管理女伴 真是完全沒有時間觀念的人 嘩 真是慘 第一個就是 說好了8點半起床 調什麼什麼 第一個起床 用廁所用到8點29分 只剩一分鐘給其他人 跟著就很可愛地跳出來 你們行得了嗎 我真的 有個故事想跟大家分享 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歡買東西 那我曾經有一期 就很沉迷日本1月1號 1月2號的福袋 那通常這些福袋 當然準時10點鐘 在譬如Paco 接高109那裡 一開門就馬上衝進去 你選定了店 前一晚已經看好了 當時譬如手袋 一個人有兩條手臂 那你一定是一刀插下去 十幾個都排在那裡 一刀都排在那裡 二十個手袋 這樣 有女兒來講 明明講了幾時集合 最重要的是 早上早上 你要早半個小時去排隊 才衝進去買你最心儀的產品 他無緣無故又在那裡 整個頭 整個髮型 可能發幾個仔 穿上裙子 大哥 我們全部都是戴帽子 好像打劫 拿了現金出來 大哥 全腰包 整個人好像 我已經整個人好像在鄉下出來 你無緣無故還要買福袋 買到 穿上高跟鞋 我們穿上高跟鞋 我們穿上高跟鞋 爛泥 一去到一衝 就衝 全部這樣才能買福袋 那女兒還要遲到 搞得我們趕到十點半 遲了半個小時 你知道嗎 我之後醒了 我之後就說 不如我們太多人 不如我們分開走 她選了partner 我不管她 我自己 和我們這些拼搏的同伴 我們一起去跑完行程 真的差點被她累死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都喜歡看 我們這條有大江爺的影片 如果大家都喜歡的話 記得按LIKE這條影片 然後SHARE 出來告訴你的朋友 原來 我的朋友沒有用 那個Return洗頭水 真的不行 越脫越多 好了 今天分享到這裡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我記得 psychopath 您記得按照你的影片 然後按照你的影片 我們下條影片 我 nog在這裡 我們下條影片 請忌廖 我們下條影片 知道你的影片 有什麼朋友 你 叫我